在4月14号失联的琉球级渔船 政府向16号昨天被印尼军方在印尼海域拦截了 不过船长陈英中已经不见踪影 而船上的8名印尼级船员则是被军方扣押 家属说其实在渔船失踪之后 他们用电脑卫星定位发现 驾驶渔船的疑似就是船长 但是因为救援速度太慢了 让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后救人的机会 政府向16号船长陈英中妈妈哭得泪流满面 却是因为14号渔船失联后 儿子就音讯全无 尽管当时家中靠着卫星电话 以及无线电尝试联络 却还是没消息 而就在22号传出印尼军方在印尼海域拦截船只 而当时船上却没发现船长 只看到8名印尼船员 这个消息让家属很难接受 却是因为渔船失联后求救外交部 得到的答案却是要在印尼海域200海岭内 印尼才可能发动救援 但就在事发后 家属就在电脑卫星定位系统 发现船长存活的最后一丝希望 尽管现在渔船已经找到了 却还是没有船长的好消息 家属只能希望日后类似事件发生 官方处理速度真的能快点 别让陶海人连最后的存活机会 都因为救援太慢 完全没希望 明镜新闻红明生屏东报道